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树,欢迎收看本期大树,欢迎来关键一把狼队4黑 哎,遇到的是皮屁啊,哇,这 我觉得这种呢,在新赛季第一天的第一把 现在是今代第一天第一把,这两个队伍 不对,这两边都应该不想排到对面吧,对吧 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少分助理,结果排到的是 在赛季末的老对手 上来的话,换老师,昆虫进二楼 这种方面的话,前锋,杂技,昆虫加先知 这套这种皮屁带的是应该船吧,待会应该是要船先知的 这里抓昆虫,我觉得花的时间会有点多啊 这时候我们待会要镜头给到的就是大概十秒钟以后 脆火快好到时候应该还是要看一眼 这里还有能打一刀,鸟给上了 给我个炸弹想破鸟,但是被昆虫捣住 鸟是破掉了,那这样到脆火也没了 刚刚没看到脆火有没有出来,我们看一下先知 先知的话,这里倒是刚才不知道皮屁有没有留意到 先知就在楼下修 好像这边开始,直接传说,这个传说距离不是特别远 这个位置的先知也没那么好抓 连抓被487躲开,前头给他487 刚才我都没有留意到,原来先知就在这边啊 这个时间点开始抓先知呢 我觉得迎面其实不是特别大了 但是保平面的话还是有的 就是待会儿,如果前锋选择撞救的话,我觉得迎面不大 哎,这边皮皮也反绕,那这边有个窗 一个黄油窗,哎呦我去 这波487是应该想先反走片一刀的 前锋这边,灵魂舞者,撞救吧,我觉得,哎,来了我去 不愧是狼队啊,但是这边先知吸鸟是吸不出来了 遥控了也捏在手上面 所以说即便是我这刀打不到,我两颗炸弹封住你口子 该吃一刀吃一刀,前锋这边的话,待会儿可能要选择撞救了 前锋应该是会选择撞救,但皮皮这边是不太想让前锋撞救 因为前锋撞救呢,这个局,哇,让前锋撞救这个局皮皮不太好赢 甚至宝瓶也不一定好说,因为外面的话,机子在修 时间上面来讲已经两分钟了,所以说这个局 我觉得当时皮皮这边选择来防一波撞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谁想到,这小果冻这前锋,对吧,撞了两波 那这样的话,还是成功的撞救了一波 这波是没有能去防,然后这里还卡住,卡你身位,没能卡 没能卡成功,先知这边的话,鸟就还吸不出来 连炸炸上,以后遥控雷一哥带走 这里前锋应该是会补先知的机子,剩余两台机 我们看一下,昆虫这边应该还要再补一台 打机这边还想保,哇,真不愧是狼队啊 新赛季第一天就这么顶,遥控雷还没中 这四八机不会溜 昆虫再搞一手,他们要拖时间,要拖时间 砸机应该手里还有个薄命 机子的话前锋47,昆虫这边的机子 还没修,机子其实是不够的,这个机子其实是不够的 这个机子理论上面来讲是拖不出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虫也没了,只有砸机一颗球 应该绑不活了吧,打三人开门战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但是四人开门,那前锋修完来就这边的杂技 问题是昆虫的机子被干扰到了,完了 BBQ了,爆炸,雪炸 这个震慑我实在没想到 那这样的话,换老师外面 机子再重修的话,时间上面来讲 感觉连保瓶都保不了了 昆虫这里也是一个薄命 他得薄命带走 他得这边卡半 然后薄命让这边的什么呢,让杂技带走 然后前锋就下一步,他这边压机子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机子是真的差的有点多,就杂技 那没了没了没了,理论上面来讲 我觉得皮皮的邦邦一旦占据到这样的一个节奏 制高点,应该是不会给到求者任何的机会的 人机双手,还想 那怎么办呢,打邦邦嘛,对吧 就是这么的一个防守 但是这波的话确实是靠了一个震慑 连扎 追不追双打 这里是一个上挂飞的杂技 然后手里面还有传送 可以牵着前锋我觉得,甚至 丢个炸弹,封住机子,都一样都一样 这个军应该是一个稳定的保三针四局 杂技这边想强行把前锋摸起来也摸不起来 应该结束了,但别人都好像应该不打了 赶紧下一把,对吧 这新赛季第一天 没有必要 再去拖时间了 好的,也是感谢大家,拜拜